弟兄姐妹平安 很快開始我們這禮拜天的禁拜 我鼓勵你讓我們禁拜的時候 能夠專心 當然不是因為好像規定 乃是因為當你在禁拜裡面 透過那個你宣告唱出來的歌詞 透過那個音符 透過你給神的心 你要預備好自己的靈 來領受從神來的話語 你知道神的話語被打開 就發出亮光 所以在等一下 無論是領聖餐 在奉獻 在禁拜 或者是在講道裡頭 那個神的話就要打開來 然後當你得到那個神的話 就很像是彼得有一句神的話 祂就走在水面上 你有一句神的話 就可以改變你的環境 所以讓我們來禁拜 讓我們在禁拜裡面 就看見上帝的大能 不僅只是唱歌 乃是對神傾吐你的心 也讓神對你說話 奉耶穌祢祝福你 我們一起來禁拜 你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你同在 你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你同在 我不是孤單一人 我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我同在 永遠愛 永遠愛我 不離棄 我要鋼強 不要怕 有誰能控告 神間神敵人 有基督已經 稱我為你 稱我為你 有誰能定我們為有罪 有基督已經為我而死 有誰能隔絕 基督的愛 有基督已經 愛我到底 我們都已經能得事由於 有誰能想你 支援的心 有誰能相應 支援的心 誰能想你 支援的心 誰能向你 拎經風海 谁能像你 事物便有 谁能像你 便水为酒 谁能像你 从死里复活 谁能像你 叫死人复活 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 实行共义 谁能像你 爱我到底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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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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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赦免 耶稣你赐 有谁能通告圣剑圣的人 有基督已经成我唯一 有谁能定我们唯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靠着那深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得身犹豫 有谁能通告圣剑圣的人 有基督已经成我唯一 有谁能定我们唯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靠着那深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得身犹豫 得身犹豫 你只一次把自己献上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就永永远远出去我的罪 现在因梦处你的恩典 因你完全荣耀的赦免 在你面前我的成为一 主耶稣我以你的宝血 得以坦然尽入之神索 在你面前去心敬拜 至高赞美全归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你是万万之王万竹之主 谁能与你比 我要高深赞美你 举手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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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在你面前献上感恩 敬拜你 你只一次 你只一次把自己献上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就永永远远出去我的罪 现在 现在因梦处你的恩典 因你完全荣耀的赦免 在你面前我的成为一 主耶稣我以你的宝血 得以坦然尽入之神索 在你面前去心敬拜 至高赞美全归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你是万万之王万竹之主 谁能与你比 我要高深赞美你 举手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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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敬拜你 至高赞美全归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 卸上感恩 敬拜你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 卸上感恩 敬拜你 在你面前 猩猩念的 猩猪 歌评负 李浚 耶稣祢是我的目 gid 我不知缺乏 你是我疼我在倾凑地上 令我在可安下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沉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随我走过四隐游湖 也不怕遭害 耶稣拯救主 你与我同在 你的战和感都安慰我 你拥有按到我的头 我必住在你眼中 直到永远 主耶稣 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 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因你为了爱我 而舍了极 我是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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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爱你 我爱你 你世败 你世败 我爱你 你世败 你世败 我爱你 你世败 你是我的穆哨 我不知缺乏 我爱你 你世败 你是我疼我在倾击草地上 我爱你 你世败 你世败 我胆我在青草地上 在颗岸线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牵着我的手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稣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一十字架线 因你为了爱我 而生了己 主耶稣我的心 仰望你 我的主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线 因你为了爱我 而生了己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线 因你为了爱我 而生了己 主耶稣是邪命 让我们能将一切的重担 忧虑卸下在你的面前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主并且我们知道 你必领我们到那可安息的水边 使我们得享安息 主啊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谢谢耶稣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 一起领圣餐 然后我们今天有 好久不见的 Andrew 跟Jessica 会来带我们领圣餐 所以今天是双语 在圣餐奉献的部分 感谢神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Andrew 跟Jessica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安 大家过得好吗 大家今天周日蒙福吗 我很喜欢那个天气终于转凉了 就是呢不只是敬拜赞美 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天气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怕冷吗 好像很怕冷 那我们来看神的话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诗篇 就是诗篇第23篇 这都是因为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诗篇 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就是我们身为信徒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可以期待我们一定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呢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我们不会一直期待会有坏事发生 我们一直期待会有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有蒙福的事情都会在我们身上 就是从你那些对你身上的这些挑战 不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上帝他会使这些环境这些事情困难为你们效力 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那我们把我们的圣餐饼跟杯拿出来 这个圣餐的饼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 是为我们所剖开的 你现在所碰到的任何的疾病 任何的不舒服 都已经在耶稣身上已经还了 你凭着信心相信 你相信你接受得着祂的医治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专注力再放在耶稣身上 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一起教会一起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宣告 因为耶稣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 这个是我们的宣告 我们一起领受 这是耶稣的保险 这个是跟你签的合约 这个合约盖上了那个红色的印章 就是代表合约生效了 这个就是生效的证明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是蒙福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每一天当中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我们现在要请招待来收我们的奉献 另外还有一个经节要跟大家分享 在那个诗篇第十三篇 刚刚是二十三现在是十三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代我 这个经节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经节 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应该是大卫写的 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们刚刚有敬拜赞美 就是在表现出我们里面的情绪 然后我们的想法 我们在唱歌唱是因为我们想要敬拜赞美神 我们是因为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赞美神 因为耶稣他对我们很好 他这里说到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是有一个原因的 因为他用厚恩代我 他对我非常的好 我想到就是我的这一生 我现在38岁 还有很多年可以活 但是我回想就是这一段时间 上帝对我真的非常的好 我相信上帝也对你们非常的好 所以当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们一起奉献的时候 我们回想的是上帝他是怎么样子对我们的好 就是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敬拜赞美还有我们奉献的时候 都是因为上帝他用厚恩代我们 我觉得好像我们生活中都有 每一天我们必须有一些平常大小事 需要得要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生活中都有一个步调 就是我们今天要这样子明天要这样子 都有一些事情是你每一天都得完成的工作 但是为了这一些大小事情 我们也可以向神献上感恩 因为其实你想想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 所以那一些你觉得好像很平凡的 好像每一天的这些生活中的小事 就是这些事情是很值得来向上帝感恩 我很感谢上帝给我这样子的一份薪资 然后我有一个启示 当我奉献的时候 我是向神献上我的感谢 在新约底下的我们这些信徒 我们得到了这个启示 我们是有能力 而且我们是很开心的去奉献 但是当你奉献的时候 不要抱着一个心态就是 如果我不奉献的话上帝就会处罚我 这是我的一个义务 代表你在这个启示上面你还没有得着完全 我也要鼓励大家即使你没有办法奉献 或者是你选择不奉献的话 也不要觉得难过或者是觉得沮丧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声音会让我们觉得自我定罪 但我希望今天有参加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们的心里面是被鼓励的 所以当我在奉献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知道上帝他对我非常的好 我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件好消息 这个Ethan我们盒子的名字是Ho'en Ho'en就是这个经节里面 他就是从这个经节来的 所以上帝对我非常的好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耶稣我们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做了奇妙的事 每一个奉献 每一份的奉献都是在见证你的信实 你的美好 我们把接下来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的心是打开的 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很快开始今天讲到 所以在开始之前 请帮我们先按赞留言加分享 还有把小铃铛打开 好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主要向你线上感谢 主要你用美物使我们知足 并且使我们如因返劳还童 主要是的 让我们知道你创造这世界许许多的美好 主要当我们定睛我们自己的错误跟软弱的时候 主要我们好像仿佛 彼得在海上慢慢这样下沉 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定睛着你的时候 主要因着你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可以走在水面上 主要帮助我们不是看环境 是定睛看你 主要给我们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来看见你的荣耀 主要今天的话语 主要拔开发出亮光 你的话是亮光的入口 让我看见你对我神明的心意 祝福这里每一位 倾听耳跟倾听的心意 谢谢你经福音为圣孩子口跟孩子的心 一起看见上帝的荣耀 谢谢主耶稣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请练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耶稣的故事 因为其实核心真的是耶稣 我们按照顺序讲耶稣的故事 我们之前讲了十二次的旧约的 列王基加历代誌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耶稣的故事 所以按照时间点 按照时间点 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太初有道 你知道吗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可是你知道吗 在创造以前上帝就存在了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 在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 而且那是多久以前 就是从来没有办法说明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几个同学都喜欢 就讲话 好像蠻厉害的这样 然后我就问对方一个问题 我问你 就是高中生 就是那种有点中恶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这世界上 有任何东西是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的吗 然后那个同学就沉思了一下 意味深长的 说 时间 然后我觉得 哇 好厉害 我那时候觉得 时间应该是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的 可是我告诉你 错 时间是受造物 所以他有开始 他也会结束 但是在所有一切 无论是物质界或灵界 所有一切存在之前的太初 就是最前面的最前面 你就有了道 然后这个道与神同在 这个道本身就是神 这个道最前面太初与神同在 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道是在讲耶稣 这个创造的道 这个在所有受造物存在之前 就存在的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道就是耶稣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说 什么是异端 比如说摩门教是异端 那是圣灵的 有一些异端说耶稣是神 但是一个比较小的神 好像是第一个受造物 那是绝对错的 因为这个道 耶稣基督这个道 他与神同在 他本身就是神 而且最前面的太初 就跟神同在 就跟天父同在 就跟圣灵同在 所以如果耶稣是小一点的神 这句话就不符合了 就是所谓基督论的基本 简单说就是 我们所有这一切 你看得到的都是受造物 我们也是受造物 天使也是受造物 连天堂都是受造物 大家知道吗 只有创造的那位 只有创造的那三位一体的那一位 他是永恒存在的 连时间都是他的创造 所以我们就可以安息了 你知道吗 我常常会去一些我人生中 经历过大事情的地方 像我前几天我故意跑去 我当兵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在战哨的时候 然后很难过 因为反正就被 就当兵 就这样大家也知道 就是那些事情 然后我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 抬头一看 就一只老银飞过来 然后他叫了 然后我就觉得神在跟我说话 那我就回去那 然后去思想神曾经做过的事情 对上帝而言 现在法定年龄四十五岁的我 跟当初二十几岁的我 对神而言 没有什么差距 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的 对我而言 我在去那个地方 那我发现怎么这边改建 那边改建呢 我以前站在那地方 还好有留下来 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站一下 会不会被抓走 就是去感受一下 然后我就去思想 当初我那时候就好惨 大家都定我 然后什么什么问题 我有没有办法活得下去 我可以继续撑下去吗 可是当我走过的那一段 现在回去成为一个荣耀 而且想在那么严重的那个时刻 神人就帮助我 更何况是如今 你知道吗 人类受造 我们是习惯于感受现在的酸甜苦辣 应该是这样说 应该说十年前你摔断腿 现在你只是擦伤 你会觉得现在的擦伤 比十年前摔断腿还痛 为什么 当然呢 难道摔断腿一次让你痛十年吗 不会嘛 太可怕了 对不对 人类本来就会自动的忘记 那个时候的酸甜苦辣 一般来说 所以你现在觉得现在好苦 尤其是最痛苦的是现在 我跟你说再换一次 你用脑袋想也知道 摔断腿跟擦伤谁痛 对不对 但是你就会觉得现在好苦 可是你要相信 你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 你回去看以前更苦 这不是重点 以前更苦不是重点 是以前更苦 神都陪你走过来了 对啊 真的是这样啊 我那时候当兵不当管教 所以一半被从床上戳下来 然后 而且还不是班长 什么排长 是学长 学长就是不当管教 对啊 那扯远 可是 就在那个状况 可是神仍旧能够透过很多很多 环境来安慰跟遗址 那我就常常回去那个点 那我去思想 既然那时候可以 现在一定可以 你现在是会面对你生命中一些压力啊 但是又怎样 你想想神 曾经从哪一个点 带你到如今 事情上说 我从粪堆中拣选了你 你想想看你以前多臭 从神的角度 在罪恶的粪堆里头 那真的比粪堆还臭 真的是这样 但你如今你会觉得 可是我现在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仔细想 你理性的想一下 如果是别人 就是一件事 断腿痛还是擦伤痛 一定是断腿痛啊 可是你觉得擦伤很痛 痛吗 你要知道神掌握了时间 对他而言 再拉一下 如果那时候二十几岁 我现在四十几岁 再二十年后六十几岁 对吧 没错 虽然法定年龄是 可是外表都差不多会一直是这样 好 感谢主 还会更年轻 还会更瘦 阿们 所以你要知道 在创造起初的那位主 创造时间的那位主 他在你生命中完全掌权 而且他说要给你美好的人生 而且已经在这路上了 你会看见 OK好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在最创造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候 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一起了 然后耶稣那时候就在那里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老子 老子说 你知道老子吗 有一本书叫老子 有一个人也叫老子 那你知道老子 为什么要写老子这本书吗 这是个笑话 因为老子高兴 It's a joke 这是个笑话 老子这个人 李耳 老子他写了一本书叫老子 那他写老子的原因 是因为老子高兴 因为他开心 所以他写了嘛 好了 《道德经》 《道德经》的最前面说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你知道吗 我真的要说我们河河本翻得好 而地方翻得实在太好了 这个是超级好 我真的觉得我怎么翻都不会翻出来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整个华人文化就在寻道 就在寻找真道 对不对 什么什么之道 就是想要找到那个正确的道 王道霸道非常道 什么道 什么道都在道 可是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而老子所寻求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 那个长存的道 如果能够讲得出来 就不是长存的道 明可明非常明 那个名字 那个长存的名字 如果我讲得出来 它就不是永远长存的名字 可是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我们这个就是太初有道那个道 而且你去看我们前后的证明 各样的证明 真的我还特别 之前在讲以赛亚书 还特别去真的去把死海古卷 然后看你可不可以用程式把它翻一翻 真的就是在讲我们这个 就是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就写下耶稣要做的事情 然后如今他降生了 我们上一次讲 从无论是摩西所写的五经 或者是以赛亚书 或诗篇 或者是各先知 写下耶稣将要怎么样 然后剧本都写好了 然后现在要开始 而剧本在什么时候写好呢 太初有道 在创造一切以前 太初就有道 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经文 说什么 在基督在什么时候 就已经为我们被杀 大家知道吗 在创世以前 高阳已经为我们被杀 那个我们的中文都看不到 你要用英文 真的是在创造以前 我们的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被杀 什么意思 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三位一体 就三个位格 三个人 跟他们很幸福的在一起 然后他们想说 我们这么幸福这么快乐 我们想要分享 所以他们决定要创造 这感觉就很像是 你如果 买了一间房子 装潢好了 你就要朋友来玩嘛 对不对 那你是为了炫耀吗 如果是的 神还是爱你 还是 你其实想分享 对不对 有一些快乐 你不分享 你不快乐 而且你真的是想要分享给他们 然后还是你希望说 因为我立厨 所以你们会包红包 所以我找你们来 也有可能啦 对不对 因为上次那个人 我包给他 我要包回来嘛 对不对 现在有些真的婚礼都这样啊 婚礼基本上 你以为你是去上下婚礼 不是你去更会的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结婚 你们先包给我 因为我花费很多 然后等你结婚 我再包回去啊 结果呢 这小子结三五次婚 可恶啊 真的有这种啊 交一次 然后收五次 还有这种事 但有点类似更会啦 所以有些人不去 不去 然后人家还会 那个人家会说 那你到底你要不要来 我帮你留位 抱歉我可能没办法去 那没关系我账号给你 有看婚那种吗 有人说 那我婚礼不来 那我账号给你 意思就是钱还是要照顾 那这时候怎么解决呢 你比如说你要包什么 三千六嘛 你就把三千六平铺 他不会LINE给你 他的账号嘛 你就把三千六平铺在桌上拍照 然后把照片寄给他 没听懂啊 你就把 他既然给你账号 你就说不用麻烦 我现金给你了 就拍照寄给他就好了 这是个笑话 不要照做 OK 好 不要所以 从今天开始 玉军球场里面收到很多张奉献的照片 牧师我奉献五万八 然后拍照寄给好吗 球主帮助我们 好了开玩笑了 OK 你要知道一件事 比如说好 你盖了一间房子 然后装好好 你会想找朋友来玩 是因为你很想分享 对不对 上帝也是这样 他们三个位格 他们在一起很幸福 他们不是孤单无聊 也不是说我想要找人服务我 因为他们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 可是他们决定要创造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 然后要分享 可是在创造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受造物 是要来以他的形象造的 叫做人类 可是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 圣经当然没有明说 可是从很多地方你可以去思想 如果他要创造的是像机器人 然后那个机器人就是会 会做很多事情 然后功能很好 基本上 其实绝对不难嘛 对神而言 事实上对人类而言 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在研发 机器人各种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像教会有一个扫地 机器人圆圆在地上跑来跑去 对不对 你就把功能弄好 对不对 你也不用跟他讲什么 他就是去扫地 可是上帝要的是能够分享的 能够代表他 所以他创造的是 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类 可是有自由意志同时代表什么 他可以选择善跟恶 而且你知道吗 上帝那么伟大跟至高 他是有能力创造 让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意志 其实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 比如说我说过 对我上次哄一个小孩 我去一个朋友家玩 然后那个朋友 我们就大人聊天很开心 然后小朋友就参与 家里有人聊天很开心 聊一聊 然后小朋友就 妈妈就说小朋友去睡觉 小朋友就不要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那你给你两个选择 你要现在上去洗澡 再下来陪我们聊五分钟 还是就现在上去洗澡就睡觉咧 然后他当然选 那我洗完澡下来聊五分钟 对 其实这两个选择是封闭选择 无论如何 你都得等一下去睡觉 对不对 可是小朋友被尊重 他觉得他可以选择 他就OK了 那他到底有没有自由的选择 从这个案例 他没有自由的选择 这是我的封闭选择 无论如何里面都是 反正你早晚给我睡觉 多你五分钟而已 对不对 先洗澡再睡觉 对不对 他也可以拍照说 老子不爽 我救不去 怎样 马上就会被扁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孩子还小 他根本不晓得他没有自由选择 他以为他选 可是上帝却不是这样 他居然叫我们选择 要不要接受他 十字架关爱那个地方 耶稣为世人死这件事情 如此大地 你都可以选你要不要耶 在创造之前 他在创造人类之前 记得他是超越时间的 他看他知道所有一切 所以他知道我创造这个人类 那个亚当 亚当之后跟那个夏娃 后来那个怎样怎样 最后我要帮他们死 我要帮他们死 我死还有很多人还 我要钉十架在下面笑我 然后很多说什么 要为我牺牲的都跑光了 然后之后他们还这样子 亲世看不起我 然后到时候他们还爱要不要的 然后礼拜天因为天气很冷 就不来教会 没有啦 这个上帝没有 上帝还是爱你们 没关系 大家都有来 已经很棒 你知道吗 就是上帝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知道这一切 然后是我 我绝对不造 我绝对不创造人类 你知道吗 创造天使还比较OK 送到天使 那魔鬼怎么来的 大家知道魔鬼不是神创造的 他以前也是天使 路西佛他原本是天使 但是当 他是负责敬拜的天使 然后呢 当他看到神在宝座上被敬拜 他心里面说 我也想要像他一样 在那个位置被敬拜的 那一瞬间 他堕落了 然后你以为天上就大征战 所以打了什么三百年五百年 没有三分之一的天使 被这个路西佛一起骗 然后呢 在那一瞬间 上帝的眨眼之间 就把他们击落打下来了 因为天堂是纯粹的 所以没有那种 像我们还有 因为人类有肉体 然后这个世界各样的问题 可是那是很纯粹的 你是就是不是又不是 善就善 罪恶就是罪恶 所以就直接打下来 那快得多啊 耶稣有为撒但上十字架吗 没有嘛 耶稣有为救赎天使做这一切吗 没有啊 可是却为人类做这一切 其实人类真的很蒙福 你知道吗 我们还有机会悔改耶 撒但是他这样想了 然后呢 马上他就被打到地上来 了解 所以啊 其实如果上帝只创造天使 创造天使也就够啦 天使服侍他 天使会唱歌啊 然后敬拜啊 然后也很棒啊 为什么要创造人类 因为他想分享 这是他的爱 好扯远了 我们今天讲的 你看我们今天才第一个经文 主要好 派出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你去想 从最前面 这就是起初的爱 你知道吗 这个爱其实就是充满着恩典的爱 因为我们根本不配啊 就算你亚当夏娃 没有犯罪 在伊甸园的时候多么荣耀 你跟永恒至高的上帝比起来 你人就是极为软弱的嘛 对不对 但是他却选择让人类可以选择 光是这些事 这不是恩典是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换嘛 你本来什么都不存在 你可以跟他换什么 所以这些是白白的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好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春联 这是Aleftaf 我们教会以前会发的春联 所以呢 顺便广告一下 来 这是我们教会的 新版Aleftaf的春联 对 大家有看到有什么不同吗 颜色变金色 好 OK 我们今年的除夕是1月31号 比较早 所以呢我们在前后会开始发 那其他聚会点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再看怎么给你们 还有大陆的弟兄姐妹 我们想要怎么寄给你们 好所以呢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教会会发这种春联 不懂的还想说 什么XX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大家知道西伯来文是从 像古中文一样 从右边读到左边 所以是Aleftaf是很像XX这个 然后很像N的是Taf Aleftaf 就是西伯来文的第一个 跟最后一个字母 起初到末后的意思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这是Aleft Aleft什么意思呢 首先Aleft是1 1就是1嘛 西伯来文是这样 他们的字母也是数字 所以Aleft是1 然后Bet就是第二个字 就是2 它可以当123 其实很像我们的大写 比如说我们 我们写一万一千元的1 不是一条吗 是那个1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类似大写的概念 然后Aleft的意思 这个字母 因为他们跟我们很 像我们中文有象形 什么假借 应用 各样对不对 可是呢 西伯来文是 拼音文字又象形 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英文A A就是A A不是象形 A就是一个符号 B就是B 对不对 可是Aleft 它又是一个拼音的字母 可是它又是象形 所以你会觉得它有点像牛 有两只金牛 那个牛的脚 所以它第一个解释是牛 但是这个字同时解释也是 首先的起初我的主 上帝跟创造主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出埃及的时候 摩西区山上都没下来 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堵 听我叫Aleft 主上帝金牛 就是牛 是公牛 懂意思吗 为什么他们不做金猪 或是金羊 要做金牛 牛肉比较好吃吗 又不能吃 它是金的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因为它是有象征的 所以Aleft 这个字是起初的 也是主的意思 好 请看一下 页 好 这是Tav Tav是400 他们虽然只有22个字母 但并不是一二三四造算 他们到后面是有跳的 Tav是最后一个字母 是400 然后它又是十字架的意思 跟盟约的意思 然后也是末后跟终了的意思 大家知道这是Aleftav 好 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的第一个 跟最后一个字母 是Aleft跟Tav 为什么我们要讲希伯来文 因为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好 再看下一页 好 再来一个是Vav Vav是钉子的意思 它是6 它就是第六个字母 第五个字母是He 就是恩典那个He 第六个字母是Vav 是钉子的意思 是被钉的意思 也是结合跟在一起 跟确保安全的意思 好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字母呢 那是因为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现在讲耶稣的故事 要从最前面讲 所以太初有道的道与神 农在道就是神 而这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决定要创造世界 好 请看下一页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十四到十五节的请念 有声音用希伯来话 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好 大家知道吗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讲话 他讲什么语言 他还在世上的时候 其实严格说的也是亚兰文 但其实亚兰文跟希伯来话是非常像的 而且字也是一样 就很像是 以台湾来说 就很像你说国语 你说普通话跟说台语 不完全一样 可是很多字是通的 对不对 但有一些字不通 可是基本上是很像 亚兰文跟希伯来文 有点类似这个概念 好 然后呢 这边使徒行传 路加记下来 保罗说的 就是有一个声音 用希伯来话 对保罗 也就是前面的扫罗 后来改名保罗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他用的语言是希伯来话 当然这个字本来就可以翻 就是可以写是亚兰文 简单说就是 耶稣用一个 那个年代听得懂的话跟你说话 耶稣跟你说话都用什么语言 应该是中文 他说你说什么听不懂 那是真的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先知 就是 就是已经有操练的先知 他旁边为人家祷告医病 然后他就感谢主 他的模式就是 就是他觉得 他要为那个祷告 然后他突然自己膝盖就会痛 然后他说 上帝要医治你的膝盖 然后祷告完那个人就好了 对 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感应式的 对 然后他后来去参加另外一个 就看到另外一个讲员 就是直接讲出医学的学名 然后就释放医治 然后呢 这个先生就跟上帝说 上帝他这样好帅我也要 所以神真的是这样 后来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没有膝盖痛那一痛 就跑出 就是你知道 你灵里会跑出一排痣 就有点像是VR 你知道吗 你戴那个VR眼镜可以投在这边 对不对 像那个 有没有玩那个神奇宝贝 你们都在独情祷告 感谢主 你手机拿起来对一下 然后这边就有一支 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要丢那个球 知道吗 好 有玩嘛 好很好 对啊 就是有点那是属于VR 就你这样看 然后这边就跑字出来 我也经历过一两次 我不多了 然后啊 那个先知原本不是就是 什么膝盖痛 那祷告膝盖 就他这次祷告完之后 就跑了一堆字 原文拉丁文 然后主啊 这是什么 我不会念 他不会念 真的啊 你知道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写那个病例单 那是什么 对啊 可是那个他们都看得懂 很厉害 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意思就是说 我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路 上帝给你用哪一种 就是他觉得跟你合适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跟上帝讲说 你要看懂那些病的原文 救命 好OK 所以那个人就回去了 我手肘痛 好 放一瞬 释放上第一次的手肘 好OK 好继续回来 所以耶稣对于那个时代活着的人 他还是要用那个语言跟他说话 所以耶稣就用希伯来话 对扫罗说话 好 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跟二十二章十三节 请念 他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阿拉法 我是Omega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阿拉法 Omega 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母 好OK 大家记得 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 新约是希腊文写的 所以 我们又把它翻译成我们的中文 所以会说 他这个耶稣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 我是末后的 然后在二十二章十三节说 我是阿拉法 我说我Mega 我是首先 我是末后 我是初我是中 可是你想象一下 启示录是约翰写的 耶稣对约翰说话 你觉得他会说哪一国文 约翰是会有几国语言 八国语言是不是 没有 大概也是亚兰文 所以原来 不是亚兰文 就希伯来文 不是国语就台语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他会说的事情 其实是不要惧怕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然后二十二章再讲一次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大家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不是一个 友善很多学校的人 你知道吗 他不是公民 他不是罗马公民 他没有受正规教育的 他就是去圣殿学习 他是圣灵充满 所以他是有从神来的智慧 可是他不一定会很多语言 所以耶稣最可能说的话 就是阿拉夫 所以很可能就是 他在启示录的一章说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然后在第二十二章 后面的时候 在告诉你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为什么要说三遍 因为很重要 所以要说三遍 对啊 他在告诉你 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而且你看到启示录 总共几张 二十二章 他在阿拉夫第一章 一嘛 阿拉夫是一嘛 对不对 在地方讲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他在第二十二个字母的 第二十二章 最后面的时候 也说我是阿拉夫 我是他夫 然后讲三次 他要告诉你 我就是阿拉夫 我就是阿拉夫他夫 那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是阿拉夫他夫 其实里面就解出很多 很神奇的事情 请看下一页 好终于 太初的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三位一体的道 很快乐的决定 我们要来创造天地了 好就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 神创造天地 上帝创造天地 好顺便提一下 大家知道吗 耶稣是不是上帝 圣灵是不是上帝 圣父是不是上帝 很好没错 很多人以为上帝是天父专用词 不是喔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 都是上帝 只是我们习惯叫天父上帝 你很少叫耶稣上帝 你会说圣子耶稣 或主耶稣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人 很少听到圣灵上帝 对不对 好可是我给你讲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 OK 这就三位一体 好最前面整个圣经的第一个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当然 太初的一开始就有了道 但是在决定要创造的那一刻 起初 上帝决定要创造天地 这是整个圣经的第一章 的第一节 里面就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请看下一页 好 这些像蝌蚪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希伯来文 OK 《创世纪一章一节》 看到我们框了两个红色的框框 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那就是阿拉夫塔夫 然后你去看 你去看 如果你去斯壮圣经编码 你去那个斯特朗圣经编码去看 你就会发现 你去点这几个字 我上面有写着天 地 上帝的都是有意思 可是你点我框起来那两个 他会发生什么 请看下一页 好 他会写不必翻译 0853 0853不必翻译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0853不必翻译 那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 这0853不必翻译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启示 所以呢 在整个圣经的最后一章 在启示录22章 最后一篇跟你讲 你要重新用另外一个眼光看 进去眼光看 就是我是阿拉夫 我是塔夫 我是阿拉夫 那所以你看 你有发现这个0853就是阿拉夫塔夫 有看懂吗 XX跟N 这样比较有记 好 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我们用时间序 所以 其实最前面是太初有道 然后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这边 哥罗西书又告诉我们 圣灵感动保罗告诉我们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靠耶稣造的 所有天上地下能看见不能看见 所有一切都是靠耶稣造的 借着耶稣造的 又是为耶稣造的 OK 好 那其实这东西就在解释 刚才那个整个全部 整个圣经一百多万字的前面的第一句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我们继续看 起初就是右上角这个字 然后创造就是右下角 然后上帝是从右边数来第二个 起初 创造动词在前面 起初创造上帝 然后上帝跟天中间有一个阿拉夫塔夫 他其实告诉你是哪一个位格来创造 当然三维帖神都有创造 可是我们按照刚才哥罗西书的经文 很大一块告诉你 其实是哪一个位格做了很重要的事 叫做耶稣 因为阿拉夫塔夫 对不对 所以起初耶稣上帝创造了天地 有没有 已经告诉你阿拉夫塔夫就是他 他偷偷签名 你懂意思吗 他偷偷在圣经 旧约圣经里面签满了他的名字 但是他又 应该说很多人又 应该说旧约还没启示他是谁 他自己还没有到神又生 所以神秘的部分就不彰显出来 所以可是他们圣经都要抄下来 抄下来不会 不懂这个怎么字 可是又不能删掉 那就写不必翻译 所以哪一个位格 耶稣创造了天跟地 当然啦 圣父圣子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其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约灭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圣灵也有在做 天父也有在做 可是这边很强调一件事 耶稣创造了天地 天跟地中间又有一个阿拉夫塔夫 是什么意思呢 请看下一页 我们再强调一件事 那个阿拉夫塔夫前面加了一个勾勾 就是Valve 就是钉子 所以就是被钉的这一位 被钉的这位阿拉夫塔夫 他把天跟地联合在一起 你知道没有人类犯罪 对不对 撒旦不是从天堂犯罪 被倒到地上来 所以他才假装成蛇 无论是附身在蛇身上 还是他变成蛇的样子 去诱惑夏娃 对不对 所以当犯罪之后 人跟神中间就有了隔阂 对不对 好 请看下一页 天跟地中间有了一个隔阂 因为人犯罪 天跟地 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个阿拉夫塔夫 旁边多一个钩子 就是那位至高的主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位至高主 又联合了天跟地 恢复了那个关系 懂意思吗 就这几个字 《创世纪》一章一节 就把整个故事讲完 所以如果有人说 你可以把圣经故事讲给我听吗 你就把这张给他 结束 全部都在讲这件事而已 最厉害的导演就是这样 他最前面的一个东西 画龙点睛就完成了 后面都在叙述 这整件事怎么发生 然后你转 你知道最厉害的就是那种 你去看那种侦探片 然后你就看看 看到后来 哇 刚才那个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有一些没那么厉害的 就是他就会另外再发生某个事 然后再把某个事件演出来 可是最厉害的就是你第一幕 演了一个看似平凡的故事 他点了这个烟 他说了那句话 他放了某个东西 原来就是后面的侦探的重要的要素 厉害都是这样 真的 所以他最厉害就是 但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 就已经偷偷写 整个故事就写在这里了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很了不起吧 起初 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创造 而耶稣特别被举出来 然后天跟地之间 人的罪的部分 怎么解决 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位 Adonai 那位主 被钉的那位主 联合了天跟地 Vav也是联合的意思 所以就解决问题了 一开始就定下来了 就是我们的上帝啊 超神奇的 所以请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 所以呢 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面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绝书在十字架上面 流了保血 成就了这一切 所以所有的万有 都可以与他和好 无论是地上天上 都可以与他和好 我们可以选择跟神和好 我们原本是受造物 我们人类背叛的犯罪 但是他帮我们预备了一个 可以解决的方法 就是他的十字架 然后在整个圣经的最前面 就已经写好了 只是藏起来 然后你整个读完之后 哇 很像侦探小说 你在 《启示录》二十二章 终于知道 原来 整个解锁方法就是把 《阿拉夫塔夫》再套进去 然后开始看第一节 然后就看到了 很厉害吧 有一些侦探片我喜欢看两三次 然后我就会发现 原来他那个点是这样 原来他刚才那个人做的是这个动作 你知道圣经可以看一千次 我昨天在准备 经文的时候 我在想 起初神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然后我就卡在这个经文 我就一直在思想 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我就去查原文 你知道 创造天地的天 天那个字的原文是天堂 然后地呢 地是earth 是地球 这个字也是地 可是你知道吗 天堂是灵界嘛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起初神创造天 天跟地中间可能差几亿年 几十一年 几百一年都有可能 你知道吗 对啊 光一句话 这个时间会拉很长 因为我不是说我按照时间去讲吗 大概就有道 道与神同在 他们很幸福的在一起 然后他们决定要创造 然后呢 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下一句 地是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神的创造怎么会 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因为天上起了大征战 撒旦犯罪被打到地上来啊 所以罪恶在地上啊 所以地是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啊 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立一个园子重新来 把人分别在那个地方啊 就是你去思想很多事情 你就会发现 哇 如果你整个读通了 再把什么东西套进去 真的不一样 有没有想过 我昨天讲 糟糕我今天是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我现在卡在整个 圣经的第一个经文 起初神创造天 天跟地中间差那么远 天 糟糕 走啊 就这样 虽然也蛮好的啦 但是如果你有讲到压力 就突然觉得 求主帮助我这样 好 所以没关系 我们还是按到时间去 我们继续往下 请看下一页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请念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你把阿拉夫塔夫放进去 所以这个阿拉夫塔夫 要钉十字架的这位主 他就按照他的剧本开始了 所以这个道就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起初长存的道 这个太初有道的这个道 他却道成了肉身 圣灵感应 降在同女玛利亚的肚子里 然后生出来 住在我们中间 而且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然后他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你能发现他很明显的说 这一切 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什么 有律法跟规条 还是什么 有规定跟处罚 还是什么 有脂肪跟肥油 那是我们现在要克服的问题 好 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他满满的恩典跟真理 好 这是约翰福音一章17节的请念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OK 如果常听我们讲到 会发现我们常讲这个经文 可是你知道这个经文就是 约翰福音在讲明 这个耶稣的道的很重要的经文 刚才才提到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这边就开始跟你解释 到底是什么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摩西带着律法来 他从山上下来把十戒拿来 告诉大家你们要遵守 然后把整本旧约 当然摩西是个代表 然后他把整个旧约的规条传下来 他也死了 然后他要所有人遵守 叫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他一代一代传下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 只有一个人 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这一位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预告吗 就是说因为你主角要出场了 所以前面要 我上一次是用历史的东西预告 这个是用起初的预告 就是跟你讲主角要上场了 所以现在在告诉你 主角大概有什么东西 但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 但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木瓜牛奶的比喻 对不对 好 还是要讲一次 恩典和真理都有耶稣基督来的 这个来是单数的动词 它的原文是单数的动词 代表恩典和真理 如果他们后面用单数动词代表 就很像是木瓜和牛奶来了 那个来应该是复数动词 因为木瓜跟牛奶是两个东西 对不对 一瓶牛奶跟一颗木瓜走过来 那那个来是复数动词 因为他们是两个 对不对 可是什么状况之下 可以用木瓜牛奶来是单数动词呢 就是木瓜跟牛奶打成一杯了 就一杯木瓜牛奶来了 所以它就是单数的 懂意思吗 好 所以请问你喝木瓜牛奶 有没有办法只喝到牛奶不喝木瓜 不行 对不对 然后也不可能只喝到木瓜不喝到牛奶 对不对 我知道有些时候放太久会分层 但是你要摇一摇再喝 不然很恶心 好 OK 我们这次去彰化 然后我们的同工就一直拉着我 说牧师 我们去喝木瓜牛奶 我知道你喜欢喝 我很喜欢 可是今天是不能喝的 因为我有我的减肥计划 好 感谢主 失去了一天 好 OK 继续回来 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当这个来自单数动词代表 恩典跟真理是在一起的 你知道我们多么认真 我们还去请了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来跟我们查这个经文 就是他是教希腊文的 他来查 他就说 这话是他说的 因为来自单数动词 所以恩典跟真理是都在一起的 就是木瓜牛奶 是打在一起的 所以你传扬恩典的时候要有真理 传扬真理的时候要有恩典 所以其实传扬恩典就在传扬神的真理 传扬真理就在传扬神的恩典 很多人一直以为恩典就是神很爱你 真理就是律法 不是 你会发现有三个不同的词 律法 摩西传的 在这边 律法 摩西传的 恩典跟真理由耶稣基督来的 在另外一边 恩典跟真理在一起 律法在另外一边 可是很多人定义错 以为恩典就是上帝爱你 真理就是律法 不是 真理就是上帝爱你 恩典也是上帝爱你 恩典跟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这是尼扬神说的 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真理本来就是耶稣基督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一直不断 有人会说 你们那个教会 就是你们 你们就只是高举恩典而已 你们就是偏颇 你们只是高举恩典 耶稣基督就是恩典 我要高举谁 高举谁 我们是什么教 认罪教所以每天认罪 不是吗 对不对 还是什么悔改教 每天悔改 你是什么教 你是基督教 是吧 当然高举基督 那耶稣基督充满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恩典 我不高举恩典 我不高举恩典的真理 真理的恩典 不知道我高举谁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一直不断传讲上帝的恩典 然后在里面带着那个真理 当然人就有一些真理是告诉你 没错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好的行为 但是那是在恩典 上帝就是爱你的前提之下 你才有办法生出那些好行为 了解吗 而不是传一堆律法 律法就是做不到 律法就是不好 好不然为什么耶稣要来成全 耶稣说我成全律法 所以我问你 耶稣在实在上面最后说一句话叫成了 请问成了什么 船成了 不是嘛 不是一台船成了 是成功的成 是旧约成就了 终于一个完全遵守律法了 罗马书八章提到的 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 让我们因着他能够得到 他做成的这一切的祝福 懂吗 所以恩典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主 好 请看下一页 再来就要跟他讲 现在是11月 所以要跟你讲 主耶稣的生日真的不是12月 有人说牧师 你要开始讲耶稣的故事 对不对 刚好快12月快圣诞节 对不对 我就想跟他讲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圣诞节是哪一天 对不对 大家知道圣诞节哪一天吗 好了 圣诞节是12月25号是对的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 叫做圣诞节 就是12月25号 可是你知道吗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圣诞节是12月25号 可是我们 你知道有三大宗派 就是天主教基督教 还有一个是希腊正教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去看电影也知道 莫斯科都会有一个教堂 洋葱头 有没有 那叫俄罗斯正教 也就是希腊正教 他们的圣诞节在1月9号的样子 他们跟我们又差一些 可是我跟你讲 都算错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算错就对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用圣经来跟你讲 所以简单说了 耶稣生日 我直接跟你讲大概是9月 用圣经算出来 我查了很多的证据证明 但是很多人一直说圣经没有明说 那是因为你要贯穿整个圣经去看 你就可以查得出来 但是耶稣的生日真的不是12月 但是我们教会还是纪念 我们在12月25号特别来纪念耶稣诞生 我们同工今天来讨论 圣诞处处要搬出来 对 世界搬出来 就很像你知道感恩节是哪一天 我告诉你 美国跟加拿大感恩节不同天 到底算谁的 美国比较大算美国的 不公平啊 我比较喜欢加拿大 没有啊 对不起 不可以 不是不是不可以 我也很喜欢美国 好 OK 重要的不是感恩节是哪一天 是你要有一个感恩的生活 只有当天感恩 就很像只有母亲节帮妈妈洗碗 光这句话都做什么叫帮妈妈洗碗 碗不是你用的 什么叫帮妈妈洗 对不对 可是是不是就只有母亲节在帮妈妈洗个碗 然后呢 妈妈这里的母亲节礼物有什么 一个托把 你送我这什么东西啊 你懂我意思吗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啊 对不对 好啦 回来 可是你还是 你要特别拉一天 特别来纪念母亲节嘛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嘛 对不对 可是 所以只有那天你妈是你 所以啊 耶稣 你十二月二十五号要纪念他出生 讚啊 很好啊 但是你要每一天去纪念这件事啊 所以啊 你十二月二十五号你要过圣诞节很好啊 非常好啊 我们搞不好看看 看神要不要带领 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按照圣经告诉你 他真的不是十二月神的 好 所以请来下一页 好 这是度假福音一章五节 你大家会在我们这整个戏里面看到 不断的约翰福音 马可福音 然后什么什么跳来跳去 因为我们就是对观参照 然后按照时间去把它整个讲下去 好 有一个祭司他叫做沙加利 他老婆叫做以利莎伯 就是伊丽莎白 对 但是不同的翻译本翻不同的名字 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那个伊丽莎白 OK好 所以人家会觉得以利莎伯男男女的 以利莎伯伯 不是 他是女的 以利莎伯就是伊丽莎白 OK好 有一个祭司叫做沙加利亚 他的老婆叫做伊丽莎白 以利莎伯 然后他的工作字 他是一个祭司 所以他的班 他是亚比亚班 亚比亚班 亚比亚班是什么呢 就是向日葵小班 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班 他们在圣殿里面值班 是有24个班的 请看下一页 好 历代之下24章10节18跟19节 你们不用念 好 因为这总共把24班都列出来 第10节讲 第8班叫亚比亚 第18节告诉你 第24班叫做马西亚 然后第19节告诉你 这24班就是他们的班次 他们的工作是静电处理事务 所以他们是有班表的 有24班 然后他是24班里面的第8班 这学校还蛮大的 一个年纪就有24班 对不对 现在少子化已经很少这种学校 对不对 好 OK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 那为什么要讲 撒加利亚跟以利莎伯呢 是因为他们要生一个人 叫做施喜约翰 施喜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哥 施喜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 所以我们用他爸爸的班表 就可以算出 他回家大概要怎样 他老婆才会怀孕 然后怀孕多久 怀孕往后再多推 再多推时间就可以推出 耶稣是什么时候受孕 懂意思吗 我们用班表来推 这个很准的 因为圣经里面这种东西 没弄好动不动就用石头打死 所以一定都会弄好 懂意思吗 因为律法就这么可怕 没搞好你没有按照班制进去 你就得罪神 石头打死 那么上个班就被石头打死 好所以这边都一定很准的 好所以记得他是第八班 雅比亚班的 好请看下一页 然后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满了 就回家去了 懂意思吗 就是他们二十四班轮 其实还蛮爽的 一年只要做 我算一下 两个礼拜的工作而已 因为我二十四班 一年五十二个礼拜 大概两个多礼拜的工作就可以 就回家了 但是工作还不错 对不对 他部分我们只放两个礼拜的假 你只要上班两个礼拜 真是的 好OK 很幸福就是 撒加利亚供职日子满了 他就回家去了 好 然后呢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到三十六节 我们节路了 所以请大家念 请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所要生的 成为神的儿子 以利沙伯 有孕六个月了 天使去拜访圣母玛利亚 童贞女玛利亚 然后天使说 圣灵要降在你身上 你会圣灵感孕 你会生的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然后我给你一个印证 就是你的亲戚 伊利沙白 伊利沙伯那么老了 而且老公常不在家 但是老公才回家没多久 就怀孕了 而且还怀孕了六个月 好 所以这是可以抓准的点 所以 然后因为 后来玛利亚马上就圣灵感孕 所以从这里可以抓是六个月 好 请看下一页 所以简单说 讲了那么多 我们把它整理起来 就是呢 因为我们刚才的历代至上 24章十节 因为你知道它是 第24班里面的第8班 然后每一班开始上班 从犹太利的正月1号开始 第一班上班 每一班做一个礼拜的工作 所以意思是什么 在三 通常犹太利的正月初一是三 我们国立的三四月 所以假设耶稣生在公元四年 为什么是公元四年你知道吗 因为就算错了 原本要把耶稣初生当成公元一年 就是第一天 可是算错了 不是故意数学不好算错 是因为各个利转来转去 实在很难算 你阳历国立常常都会弄错的 现在都不会自己算 还要看日历对不对 所以他们又算错了 所以假设耶稣出生在公元四年 然后那个时候的 犹太利的正月初一是三月 国立三月29号 那三月29号第一班开始值班 到第八班下班的时候 是五月下旬 就五月下旬 所以五月下旬 我们年老的撒加利 就下班了 就回家了 大家要记得 他们上班是要去圣殿 是去耶路撒冷上班 然后后来就回家了 他回家呢 就跟老婆在一起 然后呢 所以呢 大概就六月就怀孕了 然后呢 以利沙伯 就是以利沙伯就怀孕了 然后呢 十二月的时候 玛利亚怀孕 是因为 天使跟玛利亚说 你的亲戚以利沙伯 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对不对 所以已经到十二月 对不对 所以他正常怀胎 大概四十周来算的话 所以呢 十喜玉翰是三月出生的 然后呢 然后他的表弟 主耶稣就是九月的时候出生的 左右啦 耶稣大概是那个时候出生的 懂意思吗 所以你知道耶稣是什么做的吗 处女做 对啊 你不知道吗 我们没有要算那些 但是你真的要看的话就是 所以啊 其实最可能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按照整个班表 都是严谨的算下来的啊 那我去查其他的说法 为什么他们定十二月二十五号 有非常多 还有一些阴谋论的说法 可是总而言之 其实你用圣经算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很可能耶稣是九月出生的 我个人希望是九月二十号啦 因为我生日啊 没有啊 这不是重点 我可以希望嘛 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怎么说 我也可以有个人的看法嘛 对不对 好 OK 然后再给你另外一个例证 请看下一页 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一节请练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说 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主耶稣他们应该说 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回到了 伯利恒这个地方 然后要生小孩 然后同时呢 有奇妙的事发生 就是呢外面呢野地还有人在牧羊 然后天使站在旁边跟他们说 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耶稣 好 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个旁证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 台湾现在十一月多 我们现在已经十几度了 对不对 火力很是会下雪的 台北市很少很少很少下雪 对不对 偶尔下过一两次而已 对不对 然后他们怎么可能在十二月二十五号 那种积雪冷的要死的地方 把羊赶出去 第一找不到草湿 第二会冻死 我宁可让他们哀乐 会被他们冻死 所以啊 顶多到九月十月会去外面 牧羊 十月以后不能再带出去也会死 所以他们居然是在野地牧羊 羊在吃草 牧羊在旁边看他们吃草 然后天使突然出现 surprise 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耶稣 是这个概念你懂啊 这应该很开心 这样子突然出现 可是你看 他就告诉你其实时间点 大概就是要在那种时候 而且你看秋天的时候草很长 刚好带羊去吃 对不对 然后啊 所以你就可以去旁证出很多东西出来 其实当然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 不是最重要 耶稣为什么出生更重要 耶稣为什么出生 因为他一开始在创世纪 一章一节就定好了 我要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要解决罪的问题 我为了让你们有自由意志 牺牲我要降世为人 我要承受那一切 然后为你们再复活 所以你们大有盼望 请看下一页 这也是今天最后的经文 我们借着耶稣在实在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绝书做了那一切的事情 本来一开始就说好 就定好了 然后呢 所有一切都可以跟他和好 我们常会觉得 我这样神还爱我吗 我告诉你 你怎样他都爱你 你再怎么不好他也爱你 你再怎么好他也没有办法更爱你 因为他把所有一切都给你 所以有人会觉得 我要奉献更多 让神更爱我 抱歉没办法 他还进行全部的爱爱你 对不要想要买神的爱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另外一个角度是 当我们被神爱到一个地步 我们回应他的爱 有人会觉得 我工作那么忙 我不能参与很多的服饰 最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我来回应神爱吧 那你可以这样的心态奉献 这绝对是奖赏的 对 那有人会觉得 我今天有一位姐妹第一次参加服饰 她就说 我就看她那边揉眼睛 然后她就说 我就说 是不是 没睡好 她说对啊 因为要早起睡就不好睡 很正常 对 可是这是付代价啊 这就是我们为主摆上的一个功课己身啊 谁不想享受棉被毒温存 你知道吗 那棉被盖下来走出去 然后赶快再盖回去 人生好幸福 一个幸福感涌出 对不对 拜托我们在台湾里十几度 人家都在下雪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神很真心里面的每一个小小的摆上 神非常喜悦 那里面很很微妙就是 你不能够做更多让他更爱你 可是他已经全部更爱你 他既然那么爱你 你要不要回应他 来参与 来服侍 来跟他在一起 差别很微妙 但是这就是信仰 因为神看的是信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做什么 但是先把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守卫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他会引导你 他会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他 我们可能会觉得 那我刚来教会我能做什么 你不用做什么 你先被爱吧 大家记得彼得跟约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彼得一直一直一直 连在最后晚餐都跟耶稣说 耶稣我很能爱你 耶稣我就算喂你死都可以 结果他三次不认耶稣 就在他讲完这个话几个小时之后 三次不认为耶稣 而且不是有生命危险 他只在烤火旁边问他 没有人拿刀拿枪 因为他说我很会爱耶稣 可是约翰怎么样 他永远自称 而且四福音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也只有约翰福音 称他自己说耶稣所爱的门徒 是这样子 还蛮自恋的 你去看 如果你看我的日记 就是今天香香牧师 跟耶稣所爱的牧师出去吃饭 就我们两个 那不是很自恋吗 约翰写的就是这样 可是他不是自恋 他夸耀什么 他不夸耀他很会爱耶稣 他夸耀耶稣很爱他 老实说是一样的 在创世以前 本来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 他就已经定下来 他就预备好了 然后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 那一个经文里面就预备好 他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一切都是恩典 所以他充足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 不是律法 律法只是来告诉你 你做不到的 不要想要努力做到 要倚靠他的爱 然后你被爱到 你自然想做那些事情 有没有看过那种 我们可能会看一些影片 就那种什么 小孩很悖逆 然后那个母亲 用无限的爱 爱他 然后爱到最后 然后母亲在临终前 跟他讲说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痛哭流涕悔改 然后从那一刻 他生命开始改变 有没有很多这种影片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他妈妈就是无论如何都爱他 爱他到一个地步 他最后终于一场 他对我的爱这么的大 我要改变 你就是要这样 你就是要被神爱 你就是尽量跟神说 但是当然神爱我们 你尽管将你所要的告诉他 他并没有责任 要帮你完全都做成 大家知道吗 因为为你完全做成 这一切是不见得对你好 但是他就是要把好的给你 但是不见得是你认为好的 懂意思吗 因为他在最前面 就已经做了全盘的计划 我现在法定年龄四十几岁 我去看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有痛苦 可是在那里面我学到很多 我熬练了很多 老实说我以前 我觉得我就是个玩裤子弟 我现在只会玩裤子 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机车的小孩 我必须说 我去看我的日记 我就很想要打作者 作者是本人这样 以前是玩裤子弟 现在只剩裤子可以玩这样子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现在我是有一天六十几岁 我再去看我现在面对的东西 我又学到我又改变 我们会有下一个更大的荣耀 所以为什么一人日子 从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因为我们在他里头 会渐渐渐渐渐渐的 变成他的样式 让我们眼睛闭下 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主要我们生命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但是无论如何你都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是的 我不晓得 为什么我现在面对这一切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我现在 好像如此的无助 或者是觉得怎么就这样了 也许你在一个 世人称献很荣耀的地方 可是你觉得难道就这样了吗 这是最高点了吗 怎么还是空虚呢 或者是你现在在一个低处 在这个环境里头 你会觉得神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这样呢 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你 我们真的不懂为什么 但是当你拉长了一些时间在看 你会发现 原来这里面有美好的祝福 在所有一切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受造以前 主就已经预计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在创世以前 羔羊已经为你被杀 所以在问题产生之前 他已经解决了 已经预备了解决的方法 而且要在那个点彰显出来 所以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充满盼望 主要无论你是哪一天出生的 最重要是你为我降生 你又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我解决的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死亡 我大有盼望 而且你又为我复活 主要连死都可以复活 我有什么好怕的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继续看见上帝 超自然的一致 超自然的作为 知道神永远掌权 祂要祝福我 因为我的日子不同黎明 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越照越明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好 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同信仰念一次 一 二 三 请 我相信上帝太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谋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你说本周的祝福 主 向你献上感谢主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中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 仍旧有美好的计划 无论你现在生命中 在怎样的季节 你可能在低谷 你可能在高点 你可能觉得好像 就是好像 就每天都一样差不多 但是上帝要说 那更美好的日子 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的日子 将要来到 我也奉与什么事方 上帝超自然的医治 医治你的身体 医治你的心灵 医治你的关系 医治你的财物 上帝的医治 完全的领导 主啊也谢谢你 在创世以前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 在问题发生之前 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解答 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啊 让我们继续的学习 定睛看着耶稣 我们学习 看着耶稣 我们就走在水面上 但是有一个安息 就算我们软弱了 我们再看环境了 耶稣也仍旧要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主啊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啊祢神 我们出演蒙福 入人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我们身所下 身所下地所产都蒙福 我们手机上传下载蒙福 电脑上传下载蒙福 我们列印出来的蒙福 我们签名的 我们手所写的 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功课 工作报告 还有所做的任何的合约 各样的事情 都蒙福 主啊是的 你继续在对的时候 让我们遇见对的人 做对的事 看见上帝的荣耀 在疫情的年代 无论你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主要让我们不要去错误的地方 遇见错误的人 保守我们 完全平安在你的里面 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 何等美好的恩典 因我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感动的交通 朝你众地用前辈同载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 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喔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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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